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一定想要知道您最喜欢的是哪一首广东的金曲 我喜欢这是华语的因为这首歌是特别写给我唱的 一个Danny Wong会compose一首歌还只想对你说 这是一首华语歌对除了华语歌你的专机里面好像也有了一首英语 两首英语两首英语 这广东英语跟华语你最喜欢我相信应该是英语吧 因为都是你自己本来的马拉档 不对了 我喜欢广东 广东是你最喜欢的 对啊 因为我的老师跟我的曼朝他们讲 我的声音是很特别 可以唱美艳芳跟徐小凤 徐小凤 对对 徐小凤 跟我的师父就是潘秋雄 他是我的师姐 明天我会去看他 这样大家应该也要想知道 这广东的金曲里面哪一首是你最喜欢的 广东 嗯 我喜欢吹响哭咯 哪一首 他的歌名是哪一首 OK 我喜欢那个是 actually 是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 那是 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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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爱情 哦 哇 这首是一首快节奏的歌 对对 因为那个MV他拍得 very good 拍得很好 你来新加坡很多次了 有吃过一些新加坡的美食吗 有 我最喜欢的是Newton Circus 因为他的新加坡的Fried Horken Meat very nice 他喜欢吃Fried Horken Meat 就是炒腹剑面 很好吃哦 要不要知道除了炒腹剑面 还没有别的 比方说 鹿骨茶啦 新加坡的海南鸡饭啦 胡椒螃蟹啊 对对 海南鸡鸡鸡 我通常是去Mandarin Cheddar Box 他最出名的 好像你在跟他打广告这样的 哦 哦 OK 然后 我有去过这个Bakuten 但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地方是哪里 因为是朋友带我去 新加坡的朋友真是后疫情 对新加坡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干净 对 新加坡就是干净的地方 干净的城市 除了干净 还有什么难忘的一些记忆吗 呃 那个人 呃 人们在这里很友善 他们会弄到你真是很少欢迎咯 他是讲新加坡人很乐情 会感觉到好像很乐情的 有如回到家里的感觉 是不是 对 这一次出专辑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呃 其实呃 会很累 但我不会批评 我不会批评 我不会投诉 因为我觉得做慈善是一个好事来的 呃 多辛苦 多艰难 我都是会继续做 哇 听了很感动 为了慈善 不管多辛苦 多难受 都会继续把它录制完成 这是你的意思 呃 不是说呃 呃 大啦 出大啦 其实我是很开心 每次我帮到人 我是很大的满足感 所以 不用说是大咯 就是说我去探那些孤儿 老人家 我都有很大的满足感 所以 我认为我们应该回到社会回到社会 你真的是一个大慈善家 刚刚他说了 只要是帮助人 他就会很欢喜 这种欢喜是来自内心的 因为当你看到别人 尤其是你受到你帮助的那些朋友 你就会感觉到无比的满足感 是不是这样 对 你有没有想过会踏出所谓演艺圈 扮演一些演戏啊 大萤幕啊 哦 我自己有我的演唱会 我有三场我的演唱会 每个四年我会做一个大营的演唱会 从那个款给那个塞胜中心啊 塞胜中心啊 塞胜中心 教小孩子不要乱跑 人家会做 这样 教育电影 哦 是教育电影 叫小孩子就是要听话 不要乱乱跑 给那些绑架的啊 那些拐带小孩子的人啊 哇 这样你拍过几部这样教育电影的呢 其实呢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 我已经拍过跟黎明依 黎明依 你知道吗 拍那个Umbasaka 1 我刚刚缺分 所以我喜欢看拍演戏是怎么样的 所以我有跟黎明依拍过很多 几部啦 但是不是做主角啦 因为我不懂华语 所以我是做配角 嗯 这样 因为华语不会讲 所以都是属于比较说 一些配搭的角色 以后可能会把你华语讲啊 流利了之后 主角都有你的份啊 其实呢 拍广东戏呢 是no problem的 因为我的广东话是 It's my mother's tongue 我自己是广东人 所以华语真是 拗字不准 哈哈哈哈 他是说讲华语 他就咬着不清啦 观众想问你 你对拍电影呢 或者是演唱会这些 你的热忱是怎样来的 是自己喜爱荧幕呢 还是你喜欢唱歌 还是你对艺术本身 就有一个浓厚的兴趣 其实啦 讲起唱歌和拍戏呢 都是一样的 因为我自己是 非常感情 每一个东西 都触碰我的心 还是 我不会讲 真是 如果要教 社会 to be a better place to live in I would do anything 好感动 好感动 他说的就是 只要对社会有贡献 只要把那个教育意义 表达出来 就是他愿意去做的 yes and 我不介意说 去拍演戏 but 演那个 story 应该是 educational and will benefit the society 因为 我觉得我们的社会 是 lack of love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只要是 一些有教育的电影 他都愿意去拍摄 因为是这个社会缺乏了真爱 我这句话我听了 看到他眼里 就已经泛出泪光 我想想得到 他真的是有一份 很很 博爱 真的是爱心 充满爱心 不是 我是一个very emotional person 的 so 你具备了演员的 那个 独特的 眼泪流下来了 眼泪流下来了 哇 你真的是 拍那种感情戏 不用点烟药水 Camila一喊 你看 她眼泪已经下来了 来来来 让大家看一下 不用 因为这个是真实的 没有彩排过了 真的是没有彩排过 她讲的时候 眼泪自然流下来了 你真的是具备了明星的潜质 和那个力量 观众朋友们 你看到了吗 这就是真情流露 她的眼泪 不是经过特效表达出来的 是真的现场访问 她自己从眼里不静的流下来 真的是感情丰富 真的是有那种慈善的天赋 我都不会讲 因为这个是在里面 感情的 我需要控制 也是不能的 真正有情感的人 是不需要控制 不需要去伪装 她自然而然讲的时候 情感就会流露出来 这就是刚才我们看到 真实的一面 你一讲的时候 眼泪真的是自己这样流下来 我试过去看那个 Handicap children 第一次我去看他们 我也是哭到半死 我哭差不多十五次 我去看他们 开始开始讲不出来 因为那种感动的心情 就在那边旁败起来的 But 我跟自己讲 我不能够哭 不能够给他看到我 开始激动了 因为其实 我们看到那些 残废的 或者是有一些 身体缺陷的朋友们 我们其实内心也会流下眼泪 我们真的很期待 拿丁汪美玲 会为大家演出一部 大电影的制作 期待哦 跟大家说声 再见 拜拜 再见